上海神旺大酒店 远远望去就像一座金灿灿的神庙 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刻意为之 风靡至今的旺旺集团 背后又有着哪些玄机呢 本期我们就来聊聊 上海神旺大酒店的风水格局 说起旺旺 相信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 先备雪冰等各种零食 以及给我欧炮给我欧炮 再看我我就把你喝掉 这段魔性洗脑的广告 加上喜气洋洋的大红色包装 每年过春节的时候 大家也都没少送马 不过说起旺旺的其他产业 大家就不一定知道 不仅有医院学校家具厂 更经营有多家大酒店 说起旺旺集团的老板蔡衍明 那也是一位传奇人物 我们都知道 台湾是一个宗教文化色彩盲重的省份 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台湾人 蔡衍明对风水文化的重视不言而喻 他在当地是个有名的富三代 1976年 蔡衍明的父亲刚刚收购一栏饰品厂 于是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创业 蔡衍明当时才19岁 出生牛独不怕虎的他 弄了一个浪卫鱿鱼丝的食品 但因为不善经营 短短一年的时间 就赔了一亿多台币 要知道当时的一亿元 在台湾可以买下六至七栋公路 因此蔡衍明也得到了一个败家子的称号 不过他并没有灰心丧气 而是总结失败的经验发愤突强 认为浪卫鱼丝的名字取得不好 因为闽南话里浪卫和浪费谐音 是一个不吉利的名字 当他准备进行第二次创业 将目光放在了一种尚未进入台湾市场的日本稻米饰品 吸取之前的经验 蔡衍明为了求一个好名字 他专门跑到十八王宫庙祭拜 不知道是他的诚心感动了神仙 还是某种机缘巧合 就在蔡衍明看到庙门口巨大的铜像时 脑子里突然出现了几声狗叫 顿时毛色顿开 立即决定用旺旺这个名字 之后的旺仔形象 也是蔡衍明亲自设计的 之后旺旺与日本的米果厂合作 迅速成为台湾米果市场老大 这下一名惊人 1992年他的临时事业越做越大 不过台湾市场的局限性太大 而大陆正处于改革开放 于是蔡衍明决定向内地发展 选中湖南旺城建立自己的食品厂 不仅因为旺和旺谐音 并且当地有十分充裕的稻米原材料 由于旺旺是旺城第一家挂牌企业 所以也得到了许多优惠政策 最终实现了双赢 到了2013年 曾经的败家子蔡衍明 早已一月成了台湾首富 上海神望大酒店度金后如日中天 形似神妙的风水格局究竟起什么作用 2006年 旺旺集团在上海 西宁 淮安 南京四处 各开了一家酒店 由此开启了国内全面的拓展计划 如今过去了十几年 旺旺集团还是只有这几家酒店 甚至南京的神望酒店都成了烂尾 至今没有开业 但上海的旺旺酒店却始终如日中天 上海也是旺旺酒店进军国内的第一站 2006年10月 旺旺以2.51天价拿下千鹤宾馆 仅仅过去一年 神望酒店就开张了 和之前重规重矩的千鹤宾馆 最大的不同是 自从旺旺接手后 就将整个大楼从头到脚都刷成了金黄色 晚上灯光一开 就像一座神庙屹立在路边 酒店外墙的棱角分成了十二岛 在风水师眼里这分明是十二炷香 人们供奉神明一般三炷香就够了 九炷香代表礼敬九天全神 而十二炷香则代表 上请玉皇大帝下请十殿炎罗 有意思的是 整个大楼正前方 就是门口那尊巨大的镀金望仔雕像 如果对应供桌规格去分析的话 两旁两座火一般的龙柏 便是分裂左右的火 神望雕像就像供奉的望神 这才是蔡衍明的本意 也许有人会说位置不对 哪有香在后神像在前的白法 这就要告诉大家 神望酒店的座像是紫山武像 而紫山武像的气场十分强大 普通人根本镇不住 所以住宅都尽量避免紫山武像 只有天子的皇家建筑 与诸天神佛的庙宇公冠才会选择这种作像 紫禁城就是前者 可望望毕竟不是真的神庙 所以为了化解煞气 酒店的正门就设计了两个巨大的旋转门 一进门的墙上有三面金灿灿的浮雕 如同三块巨大的兽牌 代表玉手镇鞋必杀 仰头望去顶部是天窗 天心之气从此灌入 天窗正中是个原字 代表有鹏自远方来的和气运 大厅的水井台也别有深意 风水中水极为财 希望财源像水一样源源不断 东侧水台摆着水晶球 西侧水台摆着同阳 这是因为紫山武像风水 正东方位是太义财位 而西方是胸位 用同阳可以消灾解惑 不得不说这两个水井台 是很巧妙的风水布局 在商业风水布局中 能辨识风水位而后布局并不难 难的是如何将风水局自然地融入其中 做得恰到好处不失典雅 那功力必定不是一般的风水高手 旺旺是如何靠风水越来越旺的呢 越是做大生意的地方 就越重视风水地理布局 就拿旺旺酒店来说 上海神旺大酒店做好这一点 至今宾客营门十分红火 而南京神旺酒店则成了一笔烂账 就风水的角度而言 酒店的前台位置 一般具有挡煞 内服 聚财 隐蔽等作用 既要化解正门到后门的直冲 又要把整个大厅割成聚气的小气场 风水中讲的气是一种能量场 前厅热闹非凡商业感极强 后厅则充满私密安全感 前台中央有十一盏环形灯 是风水中经常用的金环聚财灯 绕道后面是一幅完整的富春山居土 山水化是一种调节风水的常用方式 代表有靠山有水财 这布局很隐晦 风水最难得的地方在于细节 比如后门通道上两个可爱的皮秀 皮秀也是风水上的三大神兽之一 可招财聚宝只进不出 除了可镇宅避邪 更能招财旺财带来好运 世界上收集皮秀最多的人是港商李嘉诚 据传他共有888只 当然风水只能从地力上增强气韵 而旺旺之所以能成为 深受大众喜爱的国民品牌 离不开自身的实力和胸怀 虽然旺自随处可见 但原才是旺旺的精英理念 这包含着一种远远流长 汇集融洽的力量 所以乐天派的旺仔 以及喜气洋洋的大红包装 让旺旺成为逢年过节走亲房有时 不可或缺的送礼神器 尤其对方家里有小孩的 旺旺在发展的同时也不忘初心 在台湾的祭祖礼包也一直都在推陈初心 当地人不管是祭祀祖先还是供奉神明 逢年过节甚至每月初十五都有祭祀习惯 而旺旺已经占据了台湾的95%的米果市场 比起瓜果 唐炳这些贡品名字更为吉利 所以深受台湾民众的喜爱 俗话说得好 越是有钱人越相信风水 越相信风水的人越有钱 一个人拥有的越多就越害怕失去 所以一些风水之说无非也是抓住 富人的这种心理 真正能为自己的人生指点迷津的 帮助自己走出困境的 说到底还是要靠你自己 其他的只是锦上添花 你对神秘的风水堪于学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留言一起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